养心殿在内庭的宫殿中是距离前清宫最近的一处 明代的皇帝就常在这里闲居 养心殿南面及清代的膳房所在的位置 正是明代嘉靖皇帝多年修炼道术的无良殿 顺治皇帝与康熙皇帝在清政以前都是以宝和殿作为寝宫的 清政后都依照孝庄太后的意志移住到明代皇帝的寝宫 乾清宫 康熙皇帝自16岁起进入乾清宫后 在宫内的居所一直没有变化 在乾清宫居住和李政之辖 康熙皇帝也尝到养心殿休闲 当时这里存放着一些他喜爱的文娱用品 康熙61年即公元1722年 农历11月13日 康熙皇帝玄业并适于畅春园 康熙的第四子42岁的应真即位 康熙皇帝的丧礼期间 四皇帝应真以养心殿为以炉 礼仪规定 为大型皇帝治丧的27天内 四皇帝在以炉身着丧服居住 27天后便脱下丧服入住正式的寝宫 但雍正皇帝做出了自己的决定 赵通内务府总管大臣 寝王大臣简云持服27日后 应移居前清宫 朕思前清宫乃皇考六十余年所遇 朕其居住心识不忍 朕亦欲居于月华门外阳心殿 浊江殿内略为契礼 务令朴素 朕居阳心殿 首校27日 已尽朕心 丧礼完毕后 雍正皇帝便以仰心殿为寝殿 开始了十三年的帝王岁月 前清宫专用作朝会听政 和实行秘密建储制度的宫殿 设立军机处后 前清门上朝不在美日举行 改为五日或不定期在前清宫举行 乾隆皇帝沿袭了这种做法 后任皇帝也都殷袭不改